近段时间受美国签证政策收紧 美元走强 美国安全事故频发等因素影响 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热度明显下降 有机构预计 2019年中国赴美游客将减少65万人次 2020年将减少200万人次 美国旅游业的收入可能损失779亿元 事实上受影响的不只是美国旅游业 还有美国的国际教育产业 据美国官方的数据 从今年3月开始 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出现了10年来首次下降 对美国经济影响更严重的是 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积极性也不高 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为54亿美元 比2016年的峰值下降了88% 此外根据最新的数据 受国内外订单大幅下降的影响 8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跌至49.4 为10年来首次跌破50种枯限 而7月美国服务业指数也下滑至50.9 接近萎缩边缘 可以说美国经济正在朝着衰退的方向前进 环球热点财资世界 大家好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